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对不起 我早就应该跟你表明我的立场 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知道 我最近工作太忙 我没有时间陪你 我对你发脾气 我跟你吵架 可是我这么做 都是因为我太爱你 太在乎 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 尤其在待人处事 还有价值观上 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你嫌我平时做人 不够日心 不够同情心的话 我可以为你去改变 我可以迁就你的 我不要你迁就我 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 而改变什么 其实你很多做事的风格 是有你的道理的 这没有对错 只是看法的不同 你明白吗 我真的不明白 两个人在一起 就要迁就对方的 我现在也愿意就为你改变 那你不让我改变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对不起 我快欠了你 是我伤害了你 这些日子以来 你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我知道我很幸运 我也很感激你 对不起 恭喜你 终于找到一个好对象 卫明 如果现在你要跟你接受我的话 我立刻把这些体试掉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是我们之间已经完全结束了 其实 我不是你的病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害你吗 就是因为你的这些想法 真的吗 就因为这样 你才拒绝我 你还说在你心里面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你一点也不爱我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 我对你这么 我买早餐给你 我送你去上班 我接你回家 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 你可是个心理学家 你如果真的不想见到我 你就没有办法吗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不想见到我 我宁可你当初狠狠地拒绝我 我宁可你当初狠狠地拒绝我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以为 跟我说一下分数 解释一下就行了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 还是那么的爱你在乎你 你知道吗 请允许我说最好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后悔爱过你 就让你ником会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